Hello 大家好 今天咱们又来制作烟鱼了 有很多粉丝都不知道咱们这个烟鱼的制作方法 都一直咨询 然后呢今天咱们刚好就做烟鱼 然后再把这个烟鱼的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这个鱼呢咱们已经把那些血水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内脏也清理干净了 我们现在准备一个酒 准备一点酒 这个呢是咱们自家酿的那个米酒 也可以用高粱酒啊这些拿来做的都是可以的 咱们倒好久了之后就拿这个鱼 然后过一遍这个酒 这个酒呢也是起到那个消沙的作用啊 直接过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泡太久了 咱们第一步呢就是过这个米酒 然后第二步就开始撒盐了 这个盐呢就也要撒均匀 作烟鱼在撒盐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 这个盐呢你撒多了就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放个半年到一年之内的都是可以放的 想快一点吃的话就尽量撒少一点 这样差不多一两个月左右都是可以吃的 像咱们这个烟鱼腌制品的话多少都是会有一点盐味的 但是呢也不能放的太少 放的太少的话它都会变质了 这个肉就会变质了 但是也要尽量控制在咱们的那个范围之内 让咱们这个鱼的那个口感会更好 上次呢也有一位朋友啊就是咨询我 告诉让我告诉他这个腌鱼的腌制方法 但是不知道他最后腌制的怎么样成不成功 看一下现在呢咱们已经全部撒好盐了 撒好盐了之后呢咱们要把它腌制个两三天的时间 腌制的就是因为为了让它这个盐融入到这个鱼肉里面 让这个鱼肉更加的硬这样腌制起来的话就不会辣 腌制两三天了之后呢咱们再撒上辣椒面糯米面啊这些 你看看咱们的这个腌鱼呢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 腌制了两个晚上的时间 它的这个肉质已经变硬了很多了 现在呢就开始撒辣椒面还有糯米面了 这个呢是咱们准备的辣椒面 已经打得很碎了 但是也不能打得太碎 看一下上面呢还留有这种颗粒 但是呢也不能打成那种面面了 像这样的话就刚好 这个呢是咱们提前打好的这个糯米面 现在要把这个糯米面也倒进去 倒到这里面和这个辣椒一起把它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往鱼身上裹辣椒面还有糯米面了 这一面的话咱们一定要抹均匀 多放一点辣椒在这里面 看一下咱们的这一小罐就已经装满了 现在就开始双均匀 咱们这个腌鱼呢一般腌制的话是腌制一两个月就可以卡糖吃了 然后也是可以生吃的 不过那个生吃的话要腌制的时间要久一年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可以生吃的 还剩下这么多等下咱们另外找一个坛子装起来 看一下咱们腌制好的鱼 整整腌制了一个月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咱们拿一条出来炒吃 这个味道好香啊 腌制过后的鱼呢这些辣椒都变转了 但是它这个鱼肉还是硬的 这个呢咱们直接切开拿来炒吃就可以了 也可以整条煎了 看一下咱们的这个鱼肉 经过腌制了之后这个鱼肉是非常的新鲜的 这个肉也是很硬的 咱们的这个鱼呢煎吃就做法就非常的简单了 直接热油然后把鱼给炸熟就可以了 这个呢当油热了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鱼鳞的这一面先给炸了 咱们炸这个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小火慢慢的把它给炸熟 然后炸这鱼鳞这一面蓬松了之后呢 再把鱼肉的这一面翻过来 然后再把鱼肉的这一面给炸了 最后呢咱们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咱们的这个鱼呢就已经炒好了 从腌制到炒吃啊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咱们家的这个鱼鱼呢是非常的酸辣开胃下饭的 拿来拌那个热饭吃啊是非常的下饭的 如果大家想做这个鱼鱼的话也可以跟着咱们的视频一起学做啊 我把那个鱼鱼的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免费给我点个小红星哦